港星于文乐在2017年结婚后就定居在台湾 事业重心也转往时尚圈 去年他无预警清空了IG账号的贴文 表示自己要重新开始 如今也重返小萤幕 登上了综艺节目引起网友热议 于文乐自2018年起就没有在陆纵露脸 近期却罕见参与了陆纵极限挑战第十季 与黄景瑜、黄晓明、岳云鹏等人一起玩游戏闯关 事项于文乐曾因为发文 当年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触动中国网友的敏感神经 最后不得不删除贴文 人知道到大批网友谩骂 坏哈自曝患有恐慌症 但并未离开演艺圈 人陆续释出作品 如今于文乐重返路纵 有部分网友开酸 多年不见老了很多 差点认不出是他 有粉丝留言支持 希望他不要理会算民的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